网络社群靠北张中今年12月9日深夜11点多出现恐吓文 代号22511个匿名网友留言我想要杀人 想要让所有张中人陷于火水深火热之中 12月18日 等着看吧 扬言引起校方和警方高度重视 每天严阵以待 张中统计 今天上午有27名学生没理由请假没报校 易于平日 警方事后依据伺服器发送留言的位置在巴拿马 但从留言内容这个学校给我很大的指入 我要学此 郑杰是我的偶像 教官你来抓我啊 你们将葬送在华阳港上 等内容 研判发文者就是张中学生或校友 而且留言者16日留言为一时情绪之言引发恐慌 发出道歉文 没多久就删除 今天是两万两千五百一十亿命名网友宣称12月18日 等看看吧 上午上学学校只开华阳街大门旁边的小门 足以检验身份才放人进入校园 中心路后门也比照办理 没穿制服的学生都被查问 汉要求出示学生证 却认识张中学生才放行 警方大阵仗派员驻守校区便衣员紧穿着轻松就向学校教职员全天巡逻校园 虽然如此人有扣除生病家里有事等校规规定请假是由27名学生想请假就请假了不排除与恐公流言有关也可能极少数学生趁机请假 张中向家长会报告目前校内有便衣刑警协助 巡逻校园学校教官行政同仁及老师也协助巡逻每栋交学大楼校内进驻数名少年队警员校门口制服警察站哨 外围有警力加强巡逻确保全校师生的安全请会长放心 张中和警方虽紧张但16日晚间6点20分照常举办华阳港之夜社团连展 邀请县内高中职社团表演估计2000多名学生和师长参加场内布满便衣刑警 场外刑警站岗陷阱局侦察队挂山所出动进白警力防范 校外会督导谢孟娇率领各校教官协助同时在校方和警方有经无险中圆满落幕 疑似张话高中学生或校友在网络社群靠北张中留言宣称今天要写洗张中 校园警方加强戒备记者简慧真摄影分享